您现在收看的是年代新闻 各位观众 五安你好 我是影头 欢迎您加入这节年代五报 今天新闻一开始 我们先为您插播一则 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国际一架黑鹰直升机 在新北跟宜兰的统后溪附近 光点就这样突然消失了 包括参谋总长沈一鸣等等 是三个人都还在飞机上 稍早他们空军这边有最新的回应 我们来听最新的搜救警督 好 我们刚刚也收到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黑鹰直升机迫降 而新北市消防局长黄德卿 证实说参谋总长沈一鸣已经获救了 但是他的伤势状况怎么样 目前我们还不了解 好 今天我们冒大头聊 头聊焦点我们就立刻请到释祥 通常大家认识的释祥 或许跟气象有关系 但其实他在这个军事这边 他也曾经跑过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在这方面释祥有多有琢磨 说到今天的黑鹰直升机 到底从头到尾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立刻把时间交给释祥 来替观众朋友详细的了解 好 应同无安还有个观众朋友 大家无安 其实这一起事件发生的时候 大家都很意外 到底为什么黑鹰直升机看起来机灵也没有很老旧 却出现了这样子的意外 我们就马上来带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为您整理的这个相关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在军方的人员 他们必须要以徒步的方式才能前进到事发点 因为它是坠毁在乌来的统后席上游 而这个地方刚好就是宜兰县以及新北市的交界地区 那我们知道其实县市的交界地区基本上就是以山的冷线为主 所以就表示说这个地方甚至是连车子都没有办法到的地方 所以您可以看到包括了新北市 宜兰县以及台北市 甚至军方也全部总动员要来搜寻这飞机上的13个人 那时间点我们也就为您整理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早上7点50分的时候 包括了参谋总长沈一鸣等人 有13个人都搭上了这一架黑鹰直升机 而7点55分起飞之后 到了8点07分就是最后通联的时间 后来呢他们原本是预计要从松山机场一路坐直升机 飞到了中正营区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苏澳军港这一带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想到8点22分就传出光点从雷达上消失了 而在这个次故点的附近 甚至有民众有听到有怪异的声音 或者是有听到这样类似像是东西掉下来的状况 所以说赶紧报警最低时间接获效消息的 反而是民间的消防队员 而且他们在接受这个消息之后 也赶紧来到现场这边进行相关的救治 而我们可以看到UH-60M也就是黑鹰直升机 其实在2018年7月的时候 他才运抵到台湾 而且呢接下来他们才成军 还要再进行相关的这个分配工作 包括了像是陆军的航特部 还有空军的救护直升机队 另外就是空情总队 通通都有要分发到这个黑鹰直升机 那大家如果记忆犹新的话 其实在两年之前 也就是2月5号的时候 黑鹰直升机隶属在空情总队的那一架 也曾经在蓝蚁追悔过 那这一次跟现在这一次 有没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呢 或者是说过去这样子的这个经验 有没有在其他的那个案件里面发生过 其实呢在这一架飞机里面 有搭载了非常多的降级军官 因为在这飞机上13个人之内 有一半以上都是有行星 也就是将军级的 所以让人家想到说 1974年12月27号的昌平演习 就有类似的经验 因为在那一场事故当中呢 其实他们搭载的这个直升机 是UH-1H直升机 在杨梅因为天后布加的原因坠毁 而那一起事件也是最多将官死伤的记录 不过好在目前13个人里面 有11个人已经获救 另外两个失联的人还在 正在搜寻当中 也希望尽快传来好消息 那至于说为什么今天会出事的原因 等一下我们也会有详细的分析 只是大家也很好奇 为什么在这个飞机里面 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人 在这里头会有像是将军级的人 在这里呢 因为呢其实在现在距离过年的期间 还剩大概20天左右 所以包括了国防部长 副部长或者是参谋总长等人 都会轮流到部队进行相关的视察 所以在这趟任务里面 原本传出说是不是有什么机密的任务 其实不是 就只是说是这个参谋总长 代表国防部到基层的部队 进行相关的慰问 而且在这个慰问过程当中 他们还会跟他们呼喊口号 或是颁发加菜筋 这个在部队都是一般习以为常的 只是参谋总长离开之后呢 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他们的这个飞机 一定要做最完整的检整 因为参谋总长在军队里面 几乎都已经是非常高阶的人 因此是说 他们在这个检整上面 一定会有非常好的东西 那至于说 今天事故是怎么样发生的 我们第一则报道 就为您重新整理一次 好 是想要来请教您的就是 在两年前 这一架黑鹰直升机 曾经发生过意外 其实不是这架黑鹰直升机 是隶属于空情总队的黑鹰直升机 它是内政部底下 只是说它跟这一次的事件 是同一个机型 但是上次发生意外的时候 天气状况好不好 上次的天气状况很不好 还记得那时候是东北季风最强的时候 但这一次的天气状况非常非常的好 这也让人觉得很奇怪 明明今天天气这么好 万里无鱼 然后天气状况 大太阳又出来了 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次的事故原因 我们有稍微了解一下吗 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今天的天气状况到底怎么样 因为其实我们也想办法去求证一下 当时在包括像五分山 或是在宜兰交界这一带的天气状况 其实第一个云高都有三四千公尺 所以说整个木势的高度是还不错的 再来的话 今天这个风势 也没有像前几天那么强劲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天候因素 目前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而至于说导向的机械原因呢 我们目前也是在求证当中 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照理说像这个总长 他们要做成的这个直升机 一定在事先都会做到 最高标准的检验 所以说如果在这减诊过程当中 有出任何疲漏的话 基本上这个几率是微乎其微 所以到底为什么会造成 这一次事故原因 目前还有待查证 而我们现在目前告诉大家 失联的人总共有两个 其中刚刚稍早的时候 国防部的参谋总长沈一鸣 已经获救 而且送往三种去救治 而目前他的身体状况 据了解是生命真相稳定 但详细状况不是很明朗 另外两个目前还失联的人 包括了像是他们的国防部的 政战局的副局长于清文 另外是秦次市的助理次长 也是少将的红红军 目前这两个人都是处于失联状态 只是为什么这一次 假如说照军方所讲的 他是处于迫降的话 这两个人会是失联呢 两个原因可能有两个 第一个的话是他在降落的过程当中 跟地面有产生比较大的撞击 所以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被抛飞离基地 所以说这个第一个原因 就有可能是这个 再来的话也有可能他们是 受困在飞机当中 因此说在这个飞机当中 如果受困的情况之下 就会让他们可能在这里头的状况 就是比较不明朗的 也因此说他们现在这两个人 目前的生死状况 或者是说生命真相都还是在搜救当中 不过因为刚刚稍早从10点 11点的时候 都已经有传出两个好消息 包括是说原本失联的军文社的 新闻官陈映竹 另外参谋总长沈一鸣 都是平安获救的状态 所以说大家现在也在赶快集气 希望警消人员 还有国军的搜救官兵 能够尽快把这两位少将给找到 这是来自现场的最新消息 好 谢谢思翔这么完整详细的整理 如果现在还有失联两个人的话 有最新的搜救进度 我们将随时为您猜报报道 而今天我们要来关注 今天的政治焦点有哪些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 在今天凌晨大约是2点49分 很晚 将近半夜三点了 他在脸书上面 泼入了这张照片 不要怀疑 他怀里紧紧抱住的女人 就是他的老婆李嘉芬 而且照片当中 韩国瑜跟李嘉芬感情很好 还是盖着同一条毯子 李嘉芬就这样轻轻依偎着韩国瑜 露出灿烂的笑容 滑着手机 而至于韩国瑜也是面露微笑 看起来心情相当不错 最重要的是要来凸显的是 他们夫妻俩感情很好 而除了这张照片之外 韩国瑜文字当中还提到 好多人好像住他家 或者是编故事的能力超乎常人 当然就是再酸新装王小姐 而另外来关注的是 总统蔡英文今天的行程 其实也很不一样 通常在拼这个大选的时候 很想看到总统级的候选人 他们会站在路口小街 你可以关注到的是 小毅总统今天破天荒地 站在台北小巨蛋的门口 但是因为原本他是想要 站一个小时的 只不过因为为安一律的关系 15分钟人就快闪 国会不过半 蔡总统连任提前搏教 据林响 林玉仙 S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好 我们刚刚有特别说到 韩国瑜在昨天凌晨3点的时候 在脸书上面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晒起恩爱来 看起来这张照片 两个人感情非常的好 甚至他的文字复述是 好多人住他家 搭编故事的能力超乎常人 当然就是要酸嘛 这个新装王小姐 600万购物的事件 因为从去年12月18号 这个事件爆发之后 李嘉峰再也没有陪同 韩国瑜出席任何的造势场合 我们算了一算 两个人最近一次公开同框 哇 很久耶 已经是30天前了 没有想到昨天周刊又爆出 韩国瑜过去曾经跟王小姐一起出国 对此韩国瑜听到关键字的时候 立刻转头 不愿意多做回应 似乎就担心外界做文章 今天凌晨 韩国瑜因此在粉砖上面放上夫妻俩的合照 但这张照片到底是以前拍的 还是真的是现在拍的 两夫妻的感情真的没有受影响吗 好 但是大家觉得很奇怪的是 昨天韩国瑜其实不止 PO出这样的照片 他在1点28分的时候就已经写了一个文章 就是他之前说的这个宝贝蛋 即将要这个破壳了 然后到2点49分的时候又PO了这张照片 今天早上9点02分的时候 再度发文批他绿色恐怖 只不过要来问的是 他怎么用脸书来跑行程呢 因为今天要来看他的公开行程 似乎一个都没有妈 这个东西还不确定 因为他现在不是有一个APP 叫做穿云界吗 打开里面没有任何有关于 韩国瑜的公开行程 但选政倒数9天了 这样子跑选举的方式 也让人觉得怎么这么奇怪 怎么这么反常 但是我们反观他的副手张善政 今天的行程是什么 今天他的行程算一算 一共有7个 行程满满满 从早上9点10点半 下午3点就是要来进行 这个车队的扫车拜票 另外下午5点的时候也是 然后到7点的时候 还有个座谈会 然后到7点15分的时候 也是要来扫街拜票 到晚上8点40分 还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来进行造势活动 怎么会这样子 主帅用脸书跑行程 他的副手确实忙到不行 说到韩国瑜最新的电视广告 他找来了高雄市的副市长 李四川来背书 宣传陆平政绩 但没有想到 却有人立刻出来打脸了 也就是WeCare的联盟发起人一例 他批评说去年10月1月 1999受理的陆不平案件数量 高达了13000多比 是前年5000多件的两倍这么多 而另外高雄市的A1死亡车祸人数 也是6都成长比例最高的 他认为韩国瑜任内的陆平 竟然还敢端上台面